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 汇编节要第十七条 宋章子曰 圣心知识 当以己心为原师 凡所动作者知迹 如此一二年间 守得牢固 自然心正 这个是 举出宋朝张子 张先生讲的 这个正心之始 我们一般讲正心诚意 这个三教 所修的 无谓是正心 心是主导 心正 身口 也就根治正 所以以修心为主要 那么正心要怎么正呢 当就应当 以己心为原师 我们要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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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是要 以自己这个心 作为原师 这个就是原师 就是所谓原师出高途 就是老师 严格 那么出的学生 那就 很有才能了 就是很出众了 那么这里 用自己的心 当作自己的原师 也就是自己 要求自己 实际上 三教的圣人 都是教人 每一个人 从自己的修心 做起 把自己的心 作为 来严格 要求自己的老师 所以 这个 应当以己心为原师 那么你去外面 找一个原师 你未必能接受 所以应当 自己 自己的心 作为原师 那么自己的心 作原师 就是自己 约束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 凡所动作 指之据 凡所动作 就是 这个动作 就是佛经上讲的 身口一三叶 这个动作 不但是 你身体的 这个行为 还有 这个 眼里的行为 就是我们 起心动念 那也是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 是包含 身口一三叶 我们身体的 动作 口啊 眼里的动作 你怎么讲话 心啊 你在想什么 起心动念 这个心里的动作 所以这个 反所动作 则之据 据就是说 畏惧了 怕自己啊 做错了 说错了 想错了 他错了 那个果报 就 招感 凶灾 所以思想 想错了 这个心里啊 贪嗔 吃饭 这些恶念 烦恼 这个是思想 这个想啊 想错了 这个 眼里啊 说错了 妄语 骗人 两舌 挑拨离间 恶口啊 讲话 伤人 其语啊 发言巧语 那这个都是 造恶业 那么生啊 造沙道 邪淫 那这个都是 造恶业了 那么这个 要知道啊 恐惧 这个有果报 畏惧啊 这个 因果 畏惧因果 所以凡事 都有因 有果 那如果我们 觉得好像不在乎 无所谓 那这个就很难啊 修正我们 的心 那么心 不能修正 就偏啊 偏心啊 偏邪了 所以 首先啊 要知道 因果 这个是 我们修行啊 第一个功课 所以如此 一二年间啊 如果你能够这样用功啊 一两年当中啊 守得牢固 自然 心正 那么心里啊 就不会有 学师 妄念 那么这个是 给我们讲啊 修心的 一个要量 正心的 一个用功方法 那我们要好好从这个地方啊 去体会 时时刻刻啊 提起绝照 我们这个心啊 修正 才会得力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